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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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玩啦 那我們就把它胖狗請到我們現場來跟我們聊 東京有什麼好吃的 來胖狗 小大哥好 國王好 King好 來來來你自己自己自己 好啦好啦我累了 我要喝點東西 來你自己講 餵要喝 你自己講嘛 你趕快趕快 就是這一本出的就是 名字叫賞味東京 對賞味 然後那他其實在我的準備期間 我2014年有出另外一本 叫做京都美食ABC 啊 然後那我事實上這本書的準備 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真的啊 就是在出 三年的時間 對對對 因為因為相對來講 京都比較小嘛 然後他的歷史比較長 他的店家很多都是百年老店 那很有意思 放在那邊都不會變 對對對 然後所以他不會倒 但是東京呢 翻得太快 對翻得太快 所以其實我每一次去 像我這三年的時間 我大概 春天跟秋天分別都會去一次 大概一年去兩次 去個十幾天 然後 然後我大概 譬如說我一次去 可能待個十幾天 然後準備了五十家 準備要 十幾天跑五十家 大概 沒有 早中晚嘛 這樣蜻蜓點水的 這可相信嘛 對對對 美妮你講的沒錯 對齁 就是早中晚 我就可能去嘗嘗看 去吃 然後 但你也不能吃太多啊 對不對 真的真的 然後你要 身體要小心 要稍微搭配一下 譬如說我今天吃了大餐 我中午吃了大餐 我晚上就吃個簡單一點 對 一定要這樣子 要不然身體負責負貪不了 可是像我 我即使每次去 譬如說我準備了五十家 譬如我這次去 可能去了三十家 嗯 剩下二十家 下一次去 No 下一次又變成五十家 因為 哎呦就倒掉了 不是 因為你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發現說 哦 東京的餐廳變化 真的很快 對對對 然後 像譬如說前幾年 前兩年 譬如我去 我譬如說我開始準備的時候 前兩年 他就開始出現又另外一種新的飲食型態 那你就一直出嘛 那我資料要準備到什麼時候呢 所以我是已經準備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就去再說最後確認 他又變了 對 嚴格講起來 我到我出完了這本書 他又變了 譬如說 我裡面寫了一家 那個吃關東煮的 等到我要出的時候 他整店休息 你打電話去問 沒有 沒有 我就上網查 對 我就上網查 我就再check一次 他的資料 就是這家店 然後他可能就是我去的時候 他還好 很OK 但是他後來等到我要出的時候 他就說 啊 我們現在開始正要裝修 重新 那他還是會再開 他還是會再開 他不會搬 但是他可能會說 他說 可能我近期內 我會找一個附近的地方 重新再開 那沒關係啊 那 那你就把這資訊補上去嗎 我就是 所以我就變得是 我要有一些做這樣子的說明 有要取捨 可能要拿掉 對 我沒有拿掉 但是我有特別說 下面誇胡 對 下面誇胡 最近在裝修 對對對 他可能搬到哪裡 才會開 那還好啊 也是個負責任啊 我覺得 但是像我剛剛講的 譬如說 他有一些新的飲食形態 像譬如有一年我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誒 他那個歷食出來了 嗯 就是歷食 他以前在火車站 常常就會有吃 炒麥麵 站著吃了 對 然後可是後來呢 誒 不對 他出來了 有吃法國菜的歷食 這真的假的 真的 後來這個 法國菜的歷食 非常成功之後 他又開始燒肉的歷食 意大利菜的歷食 燒肉可以理解 法國菜跟意大利料理 站著吃 很妙吧 意大利吃 披薩可以啦 pasta可以啦 對 可是很妙啊 法國菜哦 而且吃什麼 吃鵝肝牛排 站著吃 站著吃 價格便宜 人滿為患 不是在哪裡 所以這家店你 非常多 他在營 以營作為大本營 光在營作就有好幾家店 站著吃 站著吃 那吃 除了這個鵝肝牛排 嗯 那個就是羅希尼牛排 對對對 還有什麼 對 很多啊 就是就是 呃 他他他其實 他的菜單還蠻多種的 這個這個告訴我們 我們就絕對不要去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好討厭站著吃飯 那麼這 可是我跟你講 我有那麼 我沒有那麼辛苦 我是去旅行 我是去度假的嗎 我又不是這 我又不是要趕高鐵 趕地鐵 然後就這麼苦幹什麼的啊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他譬如說你可能 呃 去吃 這樣的一個法國菜 在東京隨隨便便 也到一萬多塊日幣 對對對 他便宜 他便宜 他可能八九千塊日幣 他在台灣搞歷史 不容易活啊 活的下來的 沒幾家 嗯 台灣有 好像不太多吧 有啦有啦 你那個那個那個 冰江市場裡面 冰江市場 不就裡面那個嗎 哦 壽司 不是 那個就是上癮水產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但上癮水產生意很好啊 當然他很好嘛 市東市場裡面有一個 哦 對 也是吃壽司的 對 也是壽司生魚片嘛 然後我這個去15分鐘 就一個人就花掉 兩千五了 真的不騙你 哇 我跟你講 他就是那個 這個無菜單嘛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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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一些了 還有一些收掉了啊 這個 生意不好 就就就就就就站著那個吧台旁邊就加了高腳椅 生意又不好 哎就把它收掉了 哦 台灣台灣不行啊 我其實覺得啊 你要站著吃 你就要有很明顯的價差 就說 這是一個成功要件 對 這是你要你要 沒有 那我吃的那家 市東市場那個就沒有啊 他他還貴了 他還好 他生意還是好 我去過還好 什麼還好 對啊 一千 他你大概吃的 你都帶都挑偷了吧 我沒有挑啊 就無菜單 我說那你就出吧 等到我吃到飽了就要2500了 那你大概吃了 二三十顆 可能吃到好 可能要吃到三五千了 這夭壽啊 我告訴你 真的 三五千就可以坐著吃了 對嘛 對 所以你 我完全認同了 就是說你 你可能還是要有一個差異化 就是說 我要信任 第一個你當然東西要好吃 這是要夠新鮮 第二個你就是要有足夠的價差 OK 這我同意 這是一個經營很重要的 如果你又貴 然後又要人家站著吃 我幹嘛 對不對 我去一個高級餐廳 又有美景 又有服務員的 對 像我有介紹 他其中有一家 我我裡面有介紹 只有介紹一家 叫做SIMATA 他也是站著吃 站著吃 但是他他的儲廚呢 就是之前 呃 有被選為米其林三星的餐廳 他跟這個集團合作 然後他退出 他在那裡去去研究 他對 那你說 嗯 便宜是就是真的比較起來 就是真的是便宜 不是啦 但是我覺得這有意思的事情是說 好沒關係 我們去體驗 因為就是有這樣東西 對 我們去去跟著你的介紹去體驗 也OK啦 就是就是吃個三五分鐘 我後來發現啊 那個我們很不習慣 但我覺得日本人很習慣 那他們的生活就這樣子嘛 對 對 像譬如說我覺得 欸 他墊個肚子 有時候回家再吃 有時候就不直接回家嘛 他主要喝酒 對嘛 對啊 然後像我發現 我覺得像譬如說 我覺得他東西還不錯 價格便宜 我幾乎想要每一道都點來吃 都點 沒有人這樣幹 沒有人這樣幹 而且也站太久了 對對對 在一個小時就差不多 就已經受不了了 就很累了嘛 對啊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不習慣 對 但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你如果想要吃好料 然後但是 但是又便宜的話 OK啊 對 重點是我們去看人家怎麼過日子 這個東西是旅遊很重要的一個收穫 去看看東京人的這個 從飲食的角度去看東京人生活的樣態 這個是很棒的 對不對 所以東京的歷史已經不是只有吃麵了 這個 我覺得想想也好啦 那個你看我每天坐辦公室 坐這麼久 你現在哪有在坐辦公室啊 我在家裡坐啊 在家裡躺 你家裡辦公啊 在家裡躺著啊 出來運動嘛 你跳 我跟你講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為廣大的OL小姐都著想一下 對對 你這年紀你不運動啊 這這這這還像花嘛 對不對 啊 每次都要被罵 你這本書 我不是罵你 我是鼓勵你 激勵你啊 你這本書花了多的時間去完成了 你說從2014就開始 還是花了三年 陸陸續續跑了多少趟 嗯 就是有 有系統的準備大概就是六次 六次 對 然後 專程去 對 專程 就是我很有意識 我就是 我大概收集 然後我要 我準備要寫 然後我只是來 你一個人去 因為我跟我老公一起去 OK 對啊 嗯 兩個人 私材可以點比較多啊 可是你這就有一點壓力了嘛 又要為了工作對不對 對 但是之前的話就是當然我就會選一些之前我覺得還不錯的可能就是再去遲遲看 對啊 然後那但是有意識的就是沒辦法啊你已經答應了要寫你就得交差啊對不對 人家就很討厭啊 對啊 不要隨便答應人家 對啊 所以我再也不要寫了 真的嗎 真的嗎 說到做到 覺得很累啊 真的嗎 對啊 花那麼多錢 對 然後又賺不回來 對 重點是賺不回來 重點是在這裡 賣一萬本都賺不回來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真的賣一萬本都賺不回來 欸你想想看我每次 欸有一些餐廳很貴欸 對啊 兩三 有的一餐要兩三萬日幣欸 那你 那你怎麼賺得回來 那你 那你就不要 你不 你的角度不對 角度不對 不要出書 你你你你帶大家去吃 帶大家去吃 欸 甚至也留意你這樣賺家茶 哦 可是 可是 帶大家去吃 叫做這個美食團 可是那樣子也很累啊 因為你要 因為你要定位 然後你萬一突然來個十個人 哦 像譬如說 no show兩個 對 no show兩個你怎麼辦 像信仪搞那個愛飯團 對不對 他一定會很頭痛啊 賺很多啊 賺很多 哈哈哈 找個時間來跟信仪請教一下 哈哈 好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 我們就好好聊一下 東京啊 到底該怎麼吃 然後呢 吃好吃吃吃飽 煎吃巧 這個 這個要怎麼分配 他會怎麼推薦 嗯 我們繼續跟這個胖狗 他叫吳彥玲啊 旅遊美食達人 是最近串紅的啊 這個這個這個 吃的胖嘟嘟的 他你剛剛說 你是什麼網紅 我沒有紅 我是黑 網黑 有嗎 嗯 你有黑嗎 有 新黑 嗯 黑的發紫 紅的發紫 紅的發紫 紫的發黑 黑的發亮 對 烏骨雞 這沒有開玩笑 開玩笑 因為胖狗這個人啊 他很豁達 很很 阿沙里啦 所以跟他講什麼都沒關係啊 虧吧 你盡量虧吧 我這不是虧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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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讚嘆西戶 讚美西戶啊 來來 胖狗其實他以前出過好多說 愛日本此生必遊的十條奢華路線 京都美食ABC 愛日本2 此生必玩的十大風格小鎮 那其他他對日本啊 這個這個這幾年 他耕耘很深啊 嗯 那為什麼 我都忘記你為什麼喜歡日本啊 因為你會講日文 沒有 我一開始不會 我是為了去日本之後 喜歡日本 才開始去學日文 你開始喜歡日本了 嗯 為什麼 舒服啊 舒服啊 對啊 乾淨啊 服務好啊 而且 有些地方舒服 有些地方不舒服 住飯店很不舒服 那邊很小啊 那邊轉個身 我就滾到朝下了 Business Hotel 對不對 那種很小的 對 對 好擠哦 但是你如果去 我讓我行李箱沒地方放啊 放床底下 床底下還沒得放啊 我有一次就這樣子 有一次就這樣子啊 真的 就是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後來換飯店了 你 你 就是便宜啊 你要便宜就是住Business Hotel 不便宜啊 六七千塊啊 六七千塊日幣啊 這四區裡面 沒有啊 台幣啊 哪可能 你被騙了吧 是真的四區裡面 我不騙你 然後那個洗澡間啊 洗澡間就就 你是沒有辦法 哪有 橫的啦 我跟你講最平價的 東橫印大概就是差不多 東京大概就是九千 到一萬日幣 雙人房 推的房間 然後 那你跟我喜歡不一樣 我是 對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有一次就這樣 後來我就講 帥帥帥 我們還是去那種 那種比較 比較那種 大飯店了啊 對對對 不要自以為 但是大飯店有的也很小 房間也不大 就是小嘛 就是很小嘛 就是你要慎選 就你現在說 當然我以前也是嘛 就就行李箱放床底下嘛 那有的飯店 床底下還沒得放啊 但是我跟你講 但是我跟你講我都會去找那種 那種特價 就說 基本上它是屬於 中高檔的商務旅館 或者是大飯店的特價 我有一次還住過 你會配合他的時間 我會配合他的時間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上班壓力啊 對嘛 你是社會賢達人是嗎 對對對 賢達 像我記得我有一次住 四季酒店 不是 以前叫四季 現在是春山莊 我用兩萬塊日幣 我就可以租到四季 就很便宜啊 對啊我就 什麼什麼我就去頂這樣子 你在哪來頂 網路上 網路上頂 真的啊 網路上頂 那你可以配合他便宜的時間 再去 對對 可是季節會不一樣 像譬如說那個什麼 新野 新野 現在好紅啊 好貴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那個時候也曾經用過 他有一次也是推出一個 在一修 一修.com 他也是推出一個特價的方案 你說還不能只看 阿古島 對 阿古島比較貴 都比較貴 還不能只看Expedia 阿古島 你要稍微比 最好是用日本當地的網站 對 就是你要用 譬如說 可是他寫日文 我看不出來 你認得幾個關鍵字就好了 例如 譬如說房型最重要 對不對 譬如說 譬如說 Twin 他就會寫 Twin 他那個發音就是 你就把 像以前我開始 評價影片裡面 我也看不懂啊 像我以前就把 那個幾個字 call下來 哦 就留起來 哦 對啊 就是幾個字 最重要就是房型 那便宜呢 便宜的日文呢 折扣日文啊 Discount 那個他通常都會寫sell 你放心 他會寫英文 哦 那因為這幾家旅館 我是我已經都 譬如說我都是目標很久的旅館 那日本的網站呢 日本網站 哪幾個網站可以看啊 我覺得可以看 第一個就是考慮 一個叫做 J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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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一個叫 講髒話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考慮樂天 哦 樂天 對 樂天的旅館 積極經營台灣 有有有 然後第三個 打中文就有 你如果 因為他們的網站 就是包括 高級旅館 商務旅館 然後民宿 通通都有 就是這兩個網站 就是基本上 種類很多 哦 那你如果 如果你鎖定 你喜歡中高檔的 哦 就是你就不要 不需要找那麼多啊 就不要看都會很麻煩 那怎麼辦 那你就找另外一個 叫做一修打康 一修和尚的一修 寫中文 漢字 他寫漢字 對 他就一修打康 一修就是休息的修 休息的修 對 你就看這一 欸我臉好紅 我怕以為人家 就找我去找 那種QK的旅館 沒有 一修 哈哈哈哈 摩得哦 摩得了 啊 人家以為我是找那個 就休息的 不是 不是 一修不是這個意思 是一修和尚的意思 像我譬如說 我每次我都是 譬如說 我現在一修 因為我要找中高檔的 因為他已經幫你 評價的找一修就對了 對 沒有 中高檔 高檔的找一修 評價的找Jalan 或者是樂天 Jalan J-A-L-A-N 然後 然後那個 然後 然後你就 但是像 譬如說Hotels.com Agoda 那些 如果換算起來 都會貴 就同樣的旅館 那你有試過那個什麼 做廣告做的很兇 TriVago 那個 那個 比價 比保證追低價 對對對 那個有效嗎 他也是 嗯 每次TriVago 跑出來的 第一個 那個網站 我都沒聽過 真的啊 對 他們每次跑出來 那個那個網站 我都 你偶爾會去逛一逛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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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比 我就偶爾比一下 就是 但是我覺得 反正來來去去 就是那些啦 好啦 對啊 所以 我覺得今天 胖狗給我最大的收穫 就是 E-Show 你要看 對 還有Jaland 你要看 樂天 你要看 對 不是只有你熟知的那個世界超大網 什麼 go.hotel.com 什麼什麼什麼 Xperia 什麼的 你還是要看看日本的網站 也許可以找到好多好看 但是我覺得hotels.com 有一點還不錯 就是說 呃 他同樣的房型 如果你看得到 你訂了之後 比他更便宜的 比他更便宜的 他退 你可以跟你 對 他可以退 我那麼多時間去跟他argue啊 很快 寫一封email過去 就好了 我有個朋友曾經成功的退過三次 真的假的 真的 對 但是就是你要你要退那個差價給你 他會退差價 對 然後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 但是也是麻煩 你必須要寫一個email 對不對 然後 但是他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他比較 你要舉證 你就把那個網頁 那個 那個 把那個 另外一個截圖 截圖就好了 寄給他就可以 我只會手機截圖 我不會在電腦上 那你也可以手機截圖啊 他也沒差 他會 他就 他就叫你把那個截圖 接給他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地方 比較不好的 就是像我覺得相對於這幾個網 譬如說像大陸的旅遊 就是用西城網 對對 那個是無敵 對 然後 那像西城 他就對於他的房間的大小 講得很清楚 講得很清楚 什麼樣的床 講得很清楚 對 他的特色 但是我覺得hotels.com 這一點就不夠清楚 OK 就他對於房型 因為其實我對房型有要求 因為我喜歡 尤其是去日本 你對床很重要 對 我不喜歡 尤其是日本 日本大多數旅館的床 雙人床都很小 就是那種 說是說雙人 其實 其實我們肉身材 他叫semi double 那個很小 什麼叫semi semi 就中間嘛 就半啊 對 他就是比單人床大 比雙人床小 那我至少我都要 那所以就兩個人絕對不行 你就會覺得很擠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就不正房不能住 對 所以我跟我老公去 我就是double double 我就要挑twin 對twin twin 我尼克兩張單人床 對 哦 兩張單人床 那比較起來 那個 而且不會搶被子 每次那個雙人床 像我們家有兩個人睡 我們兩個人一個人一床被子啊 不是你雙 兩張床就不會只有一張被了嗎 對啊 對啊 那可是你一張床 他只有給你一張被子啊 你打電話下樓嗎 你叫他算個被子上來嗎 日文爛嗎 蛤 被子怎麼講 不是那你還做什麼 日本旅遊達人呢 有的時候你就是 有一些單子 你是水貨 你是水貨 我跟你講 我就是我的日文 僅限於訂房 訂餐 點菜 然後交通 就這樣 就是我這些 其實夠了 我就是傾現於這些 你就是從一個 我就這樣更真實 為什麼 我就是不懂 對啊 所以呢 大多數人跟我一樣都不懂 所以你才能真實的反應 我們這種人 如果你太懂 我就想 你就會跟我講 哎呀 那你要跟他講這個啊 哎呀你要怎樣怎樣 啊你日文好啊 當然你可以啊 你最好去做駐日代表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學 但我們這種年紀開始學語言 你什麼年紀 請問貴根 胖狗屬狗嗎 那我輸狗 那我不會算嘛 那現在就50了吧 還不到啦 差兩歲啦 哈哈 哦 那你還不錯 我還可以不用打免費的那個疫苗 哎我可以了 我一看就知道 哈哈哈 有重齁 有重齁 好啦講回來 東京 東京吃 東京東京 對啊 講了那麼多 那個 幹什麼 我打輸的 對對對 賞味東京 這本書 賞味東京 上週出版 上週出版 從未來感受東京必訪的66間主題餐廳 為什麼只有66啊 筛選出來 為什麼不是65 33啊 就是後來算到算一算覺得 因為每一間每 我其實這一次是規劃十個主題 哦 就是我沒有 十個主題 因為我想說 你規劃還他們規劃 我規劃還我 他們只會規劃 我自己 因為我後來想說 東京的美食太多元了 那你要怎麼去呈現呢 那深夜食堂 也可以一個主題 對 對啊 深夜食堂 那好 你沒錯 對不對 沒錯 你看 然後那個 我想說這麼多個 那我要怎麼去呈現 所以我就自己歸納 我其實本來原來是寫12個主題 哦 那但是後來可能編輯 譬如說我可能12個主題當中 每一家只有三四家 哦 不夠 對 不夠 眾生不夠 對 選擇不夠多樣 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 朗朗 對 太少 他就說 那你把那個主題 拉掉兩個 對拉掉兩個 然後把這個加速增多 哎 對 真的有道理 對啊 就是你至少目錄葉看起來比較OK 嘛 對不對 對 這有一點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那我就覺得 哦 OK 因為有一些餐廳 它你可以選 有一些餐廳 我覺得不錯的 你可以放 這個主題 也可以放那個 對 其實它是可以同時取代的 所以我後來就是用10個主題 那這10個主題就包括第一個就是經典餐廳嘛 就是那些米其林星級很貴的那種餐廳 你叫金野啊 經典 啊 經典 啊 對 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吃看的 天婦羅之神 啊 對對對 然後什麼 啊 反正那一堆什麼壽司之神 對對對 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吃看 龍銀啊 神田啊 對對對 就這類 對 那第二類呢 超級三星啊 對 第二類呢 就是你可以用低價吃到的星級料理 哦 那一星最多了 對 大部分都是一星 還有 Bickleman 對 但是我沒有選擇Bickleman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Bickleman就是 嗯 我如果可以用相同的價錢 我幹嘛去吃Bickleman 我當然是去吃星級啊 我去吃Bickleman Bickleman有的更便宜了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但是我後來發現沒有 啊 因為我仔細的去研讀 那個米其林指南 對對對 每一本 然後查他每一家 他查他每一家Bickleman的價錢 其實差不多也要五千塊日幣一個人啊 那我可以找到 有一些一星的 災星的 五千災星跟五千Bickleman 那你當然去吃災星的 而且我還找到災星的 中午只有兩千的 對對對 中午套餐比較便宜 那你這樣子 我當然選擇去吃災星的 然後中午只有兩千的 好 所以這個是一種 對 這是 這個是 這一個是經典 一個是平價經典 對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呃 就是站著吃的 他有 對 我就有放在這個 他是災星的 對 他沒有災星 他Bickleman 但是因為他的主廚 是從災星餐廳過來的嘛 那沒有沒有 米其林不給主廚 米其林只看餐廳 餐廳 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 繼續聊下去 十個主題 我們聊了兩個 嗯 來我們繼續跟這個胖狗胖狗 吳彥玲啊聊 商周出版 最近幫他出了一本新書 叫賞味東京 從未來感受 東京必訪的66間主題餐廳 胖狗跟我們講 他把這個餐廳啊 花了大概三年的時間 然後前前後後去了六七次啊 然後花了三年 他把他規劃成十個topic 十個主題 前面就聊到了 第一種就是那經典 就是可能就是非吃不可的 這個 當然你要有一點預算 第二種那種新級餐廳 第二種就是說 他也摘了新 但是沒有那麼貴 所以他在書裡面也推薦 來再來 第三個就是 我們本著觀光客的需求 然後就就沒關係嘛 為什麼沒有講觀光 你那個言語裡面 有點瞧不起觀光客的味道 沒有其實我沒有 因為我就是一個觀光客的心態 我不是一個抱著說 我很懂這樣 像譬如說有一些地方 他不一定那麼好吃 可是他的井無敵 譬如說你就可以在櫻花飄落的時候 感覺 吃飯 這是哪裡哪裡啊 東京就有啊 很多 不多 不多嗎 有啦有啦有幾家了 公園 公園很多 但是但是但是有幾家 但你要環境你要好一點 一定一定一定 對對對 然後 你推薦哪裡 你推薦什麼 像我這邊推薦的有一個叫做 這個 Carnel Cafe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在一條河旁邊 然後它是一個 它本來以前是一個那個 遊艇俱樂部 對 然後價錢也很便宜 那你遊艇俱樂部是要會員才能去的 現在開放了 古早以前 明治大政時代的遊艇俱樂部 但是現在已經開放成一般餐廳了 那好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那它就是可以 就是它去吃義大利菜 絕美的景點 對 然後你就可以在櫻花 櫻花樹下喝咖啡的時候 人滿為患 那怎麼辦 所以 我就不要那個時候去了 不是 那你這個 你就矛盾嘛 我有朋友那個時候就特別去了 你又說很美 對 然後又說人滿 它有分兩個地方 一種就自己鋪個地台 它有分兩個地方 一個呢 是 就是那個 露台區 啊 露台區呢 就很擠 多擠 你大概要排隊 大概 就是你要排隊 喔排隊還好 對你要排隊 然後那個 呃 然後另外一個是餐廳區 餐廳區就只有一小塊的甲板 是可以 看到櫻花的 就露台 對 然後是其他的室內就不得看到 那你如果要吃飯的時候 你 你像像我的朋友去 就是因為露台 因為那個甲板區 人太多了 你要等位置 怎麼辦 他就選擇在餐廳區吃 嗯 然後去那個甲板區拍照 反正就反正就朝聖嘛 對 反正就是 那個就一年一年一次的 那種在櫻花 然後像譬如說有一家 然後另外一個 譬如說像這個季節 銀杏 東京的銀杏 很漂亮 對不對 然後就 很乾淨 對 然後我就挑了一個在那個 名字就是神宮外院的 那個銀杏大道上面的一家餐廳 他那邊有好幾家餐廳 叫什麼 你挑哪一家 你推薦哪一家 叫做 Kihachi Kihachi 對叫Kihachi Kihachi 也是 銀杏樹下的 對 金黃 因為他那邊有好幾家 包括 哦那就變色了 他不是綠的 就金黃 變成金黃色 但是有點臭臭的 為什麼 銀杏有點臭味啊 哦 對啊 不過很漂亮啊 就是美啊 就拍照絕美 但是你說他們的餐 是不是那麼棒 沒有 中上 OK 價錢也是中上 OK 無所謂的 但是 我覺得 我都 金很棒啊 對啊 那像這種我也會推薦 你也會推薦 我看你這個 在這個古宅風格的 舊極美食裡面 你還推薦了 就是這種 景美的 吳凱 對對 吳凱 鳥山 欸 吳凱 我去過他 我去過他 就是在鳥山 就是在 我地名 我記不記得 他好幾個啊 對 他好幾個 他每一家都不一樣 他還有一個豆腐專賣店 對 我也很喜歡 那個 那個又很漂亮 那個是在市中心 有個塔下面 對 東京鐵塔下面 對 那個很棒啊 那你介紹的不是這個 我介紹的不是 我介紹他在 高底山的那一個 哦 光庭園就有三千多坪 哇塞 那 裡面是長什麼樣 他就是 呃 也是老房子嗎 老房子 他們很喜歡 他有分兩種 他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一棟一棟一棟 好多棟這樣子 對 他要脫了鞋了 對 然後他有一棟呢 是專門從那個 五顧山 就是五顧山那邊 把那個 舊房子拉過來 對 合掌造移植過來 合掌房子 對 他有一棟 是特別把他 那個 他其他的 其他 只有一棟 對 他只有一棟 那一棟 那裡面空間就 不夠大了 他那一棟 他那一棟不是用來做餐廳 他那一棟等於是用來做lobby 然後 迎賓啊 對對對 一個感覺 對 然後其他的呢 他就是自己蓋成 譬如說有書院 書院式的這種建築 然後也有一些比較毛氣的這種 毛氣的這種 就是各式各樣 但是你有一些小間的呢 就會變成一個包廂 大間的呢 就是大家散客 他們這種大餐廳集團蓋的 他們裡面都都還會準備一些空間做宴客用 像我有個朋友就非常喜歡五開 他覺得五開 他每一家五開 他都覺得說他要去試試看 每一家不同的五開 因為五開他有鐵板燒 對對對 有日本料理 世界第一個 栽新的鐵板燒 然後 然後又有那個 豆腐專賣店 對不對 然後 還有壽司歌烹 對對對 然後現代料理 而且你看他鐵板燒 他每一家鐵板燒 裝潢都不一樣 對對對 有現代的 還有歐洲式的 很古典 華麗的那一種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厲害哦 對啊 所以我就挑 但我覺得五開那個庭園市 他那個在 那個高野山下的 那一個 那個 那個庭園市 對 貴不貴 在這裡吃貴不貴 還好 差不多 一個人一兩千跑不掉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為在東京 其實在東京吃一個 他不算太貴 就是OK 價錢中上 在東京吃一頓 差不多 中上的 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 就是生活水平不一樣 對 生活水平不一樣 東京人的收入 大概是台北人的 二到三倍 所以他們的餐價 就會比我們貴 也是差不多 你得乘以1.5到2 到甚至到3 但對他們來講 這是他們的生活 他們大概 所以大概1萬 他大概1萬塊錢日幣上下 你看1萬 現在對3千多 就3千塊跑不掉 我們會覺得貴 對 對他們來講是 就是正常 對 就是中上一點 對 但對我們來講 就在台北就是貴了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了 好 這是一個類型 還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江戶前的庶民味 對 我喜歡這個 比較從 就是比較 江戶四大美食 握壽司 握壽司 然後 鰻魚飯 然後天婦羅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蕎麥麵 你為什麼是介紹蕎麥麵 而不是烏龍麵或拉麵 而是蕎麥麵 光東是蕎麥麵 關西是烏龍麵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這個也有一些 他們地理上的分別 就一方面 你看烏龍麵的故鄉是哪裡 四國 香川仙 對不對 然後那個是 戰旗 對 戰旗 然後 而且那個以前 關西這一代 比較複數啊 對不對 那是因為開放港口做生意 也是啊 然後還有麵粉 它的麵粉的產量 那蕎麥是一個 很傳統的 鬧飢荒的時候 它只要一個土地平級的地方 它就可以種 然後相對你看像杏州 就是關東了 苦啊 苦啊 高山 峻嶺啊 沒有稻田 沒有田啊 然後就是種蕎麥非常快 可是這種氣候 非常適合種蕎麥 就是蕎麥 越爛的土地 越適合種蕎麥 對 就是哪裡 它丟到哪裡 它只要水好 跟油麻菜子一樣 水好 然後土地平級 它就可以長得很好 所以像杏州的蕎麥 就很有名啊 還有味噌 對 然後所以 那在日本 就飲食習慣上面來講 從以前就是有一個關東蕎麥麵 關西烏龍麵 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那所以在關東 我當然就是介紹東京 我當然就是介紹 在麵的話 你就推薦蕎麥麵了 那蕎麥麵在東京 又有三個流 就是說 三種流 對 三個流派 關東蕎麥麵又有三個流派 來 拿三流 然後 一個叫做羹柯 那怎麼做 我就不知道了 羹柯 一顆蕎麥 它的蕎麥 我們看一般吃蕎麥麵 是灰藍 灰灰的 灰灰 有一點帶點黃綠黃綠的 對對對 草綠 對 那個就是那個 荷荷黃綠 對 根顆蕎麥麵 雪白的 完全雪白的 跟你看到的烏龍麵一樣 完全那麼雪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只一顆蕎麥 它只取蕎麥最中心的部分 來磨成分 就跟我們喝清酒一樣 那個叫做 金米成度 金米成度 叫布和 對 它只取中心 中心的這一片是白的 那旁邊呢 就開始 灰的 就去掉了 它磨掉 對 它磨掉 那我們現在一般看到的 那肯定貴了 也還好啦 因為其實蕎麥麵 都不會貴到哪裡去 對啊 然後那個 然後 然後讓旁邊的呢 然後 那但是另外一個 叫做 手蕎麥 它就是 中心也用 旁邊的二根 也用 對 也用 然後它會把 乾皮的一部分 流進來 對 也會流進來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 帶黃綠色 我喜歡這個 對 然後這個 這個健康 這個手蕎麥 是東京蕎麥麵當中 最大的一個流派 大部分都是走這個系統 你書裡面有沒有介紹 有有有 有告訴大家 很重要 我會為了這個 去買這本書 真的嗎 不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這樣 只要裡面有一個學問 寫到專業的 對 三百五百 我都願意買 那你在那邊 哈啦 我就不會買 但我會為了一句話 我甚至會為了一句話 一個觀念 我會買一本書 跟你貴 真的 等一下幫我簽個名 哈哈 你幫我簽名才對吧 真的 真的 很棒 對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叫沙場 怎麼寫沙場 就是沙場老將沙場 沙 土沙的沙 他這個講法是從 大阪開始 因為大阪那個時候 就是 封城秀吉築城 然後有很多 就是沙場 土沙場 很多啊 然後很多工人 需要很多工人 然後就在 就在旁邊開了很多麵攤 啊 就隨時要補充體力 對對對 就是從這個名詞 衍生過來 對 所以他的特色 他的特色 他我覺得他比較不一樣的方法是 他做出了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吃蕎麥麵 我們習慣配一個天婦羅 對不對 有時候 就是田沙路 這樣子的一個吃法 然後這個方法呢 是從沙場這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他他推出這樣的一個 set 之後 嗯 現在所有的 蕎麥麵 都是都有 都有 本來就是 辣露壽巴 就是辣露壽巴 對不對 就是這個 蕎麥冷麵 吃麵吃麵 你要另外點天婦羅 就另外點天婦羅 那哪有一個 餐 就是田沙路 這樣子 他配了 對他配了 配了之後 日本人有時候配東西也是怪 可是我覺得很搭 吃拉麵配煎餃 對不對 對吃拉麵配煎餃 對不對 就已經變成一個 那種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覺得 像我每次點 我也都是點天婦羅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蕎麥麵 很素 冷冷 要有一點食物來配 然後你要有一個 熱的東西 然後油的東西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個搭配很好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方法 難怪沙場會紅 沙場這個系統 那他有全國發展連鎖了 大概在東京有三家 對 蘇裡面有 對 但是不同 同一個流派 但是基本上不同人 不同人 不同人在做 對不同人在做 這樣子 我看你在江戶前的庶民位裡面 你還是 不可免俗的介紹了 去 竹地市場 對啊 因為平價嘛 來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 其實竹地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店 但是 但是胖狗推薦哪一家 待會回來 來繼續跟胖狗聊啊 這個聊聊不完啦 其實 但是 但是 賞味 賞味東京啊 這個66家餐廳 胖狗把它分了十大類型 我相信十大類型 我們講不完 我們就講一些比較代表性的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 我們剛剛就聊到了這個庶民前的 江戶前的庶民位啊 那個竹地壽司 竹地市場 大家一定去了 然後這幾年又擴大 弄得更乾淨 有一些 有些可以 有些又不行了 對 那裡面裡面的店 其實是很多 有的就門 門口羅去 有的就排一大堆人 是什麼原因啊 我講 我講那個 先講排隊排一大堆人 對對對 最有名的就是壽司大跟大河 對對對 但是排兩個鐘頭 排不到啊 什麼兩個鐘 三個鐘頭 啊 那你起的太晚 我起了很早 大河壽司 有兩家店面 20個位置 所以它run比較快 對對對 壽司大 只有一個店面 10個位置 對 所以它run比較慢 對 大家就站在那裡 拿個東西在那邊 登登登登登 我 大河壽司 我以前就吃過 我後來也去 我後來為了寫這本書 偶爾去去 還是要去了 壽司大 我以前沒去過 但是為了這本書 我還是要去試試看 因為我總是要知道大家 這麼稱讚的 對對對 節奏新鮮嘛 我早上五點半 你也是五點半啊 到市場 然後我要排壽司大 前面有八十幾個人 八十幾個人 我一算 十個人八輪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應該要幾點鐘 幾點鐘 一輪大概25到30分鐘 對我是這樣算 所以你大概九點半 十點可以吃到 但你也不能離開啊 沒關係啊 反正大家就排嘛 但是中間要上個廁所都累啊 沒關係我老公排 我去上廁所 然後 我去買水果給他吃 原來他也是個工具人 然後我還買咖啡 我還去買哈密瓜 哪還那麼早 哪有咖啡啊 逐地市場就有啦 他隔壁就有啦 對啊 那哈密瓜有嗎 那麼早 你去清果販賣部那邊 就是清果販賣部 好四小時 然後呢 算一算八十個人 對算一算 大概九點半可以吃到 結果呢 結果九點半之後 還是沒有吃到 沒輪到你 沒輪到 排不到 我排到十一點 天啊 那我已經可以 因為我後來發現 半天了 五點半到十一點 對 我後來發現 你排了那麼久 大家不是二十五分到三十分鐘 你吃完了一個酷子之後 像我前面的那個香港人 他就吃完了一個酷子之後 再點一個酷子 每一個人都加點 所以每一個人大概吃的時間是四十分鐘 不是你說它是一個 set 是吧 對 是一套 因為我們一般點的時候 我不能單點這個單點 可以可以可以 但那就更長時間了 他就譬如說 那個人他是 因為他大概十顆一個 set 就是osime那種主廚推薦 所以就是當季他覺得最好的十個 十罐 十罐是一個 set 對 然後我們一般院 大部分外 很多官方都不懂 然後就說好好就osime 你就告訴我最好的嘛 對不對 反正我愛吃 他們有個名詞叫什麼 就你配 他就osime 或是 omak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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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他就點 他吃完一個 omakase cos 之後 再叫一套 再叫一套 哎呦 那他等於吃了兩套的時間嘛 對不對 那我不是 譬如說我吃完了一個 那個omakase的cos 之後 然後我在單點 哦 那你也是嘛 後面那個人 後面那個人 後面那個人是韓國來的 然後他在 台灣人 他在他的節目裡面 就前面那個台灣人 胖胖的 屬狗的 所以呢 我才11點才會吃到 對不對 然後呢 他 我覺得更妙的是哦 他那個排隊的地方 他那邊有一個油桶 紅色的油桶 我都稱那個為三小時油桶 為什麼 你如果排上這邊的地方 你還要等三小時 好啊 我再問你 好 這是一個 就因為太有名了 大家就去朝聖 對 那其實還有很多店裡面 就沒有人 其實我覺得OK 我跟你講 我大概吃了足地市場 我沒有全部吃過 我大概吃了六家壽司店 我覺得 就是場內市場 我覺得 場地內的 對 就是我覺得他 我覺得呢 你要看關鍵性的魚料 像譬如說 Toro 海膽 這個大家都愛的 對不對 這個一年四季 他現在通通都有的 就鮭魚鮭魚卵 然後 我就不喜歡鮭魚 反正就是這幾種 每一家通通都有的 這個 這個 這樣的魚料 問題不大 呃 品質來講 還是壽司大跟大和 還是不錯的 他們之所以有名 我覺得也是在 有一點道理 對 然後像譬如說 我另外去吃的一家 也非常有名 但是人就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就覺得 他的海膽不夠好 他的海 價錢不一樣 呃 價 哦對 另外還有一個 是價錢 對嗎 就是以罐數來講 嗯 壽司大和 嗯 便宜 嗯 譬如說他十罐 然後你可以任選一罐 他十罐 他大概十萬四千日幣 嗯 十罐送一罐 沒有 十九罐加一罐 哦 最後一罐你自己選 哦 對 然後他大概 他很有誠意 對 我覺得這個 idea 很好 對 他這個 他是大概四千日幣 對 那大和 然後大和呢 大概是八罐 嗯 三千七百塊日幣 嗯 便宜一點點 嗯 所以他們兩個人價錢比較優 那其他家呢 其他家大概就是四千 啊 所以人家會做生意 對 對不對 也有點道理 四千多一點 像譬如說 但是我後來去吃了 嗯 我就會發現了 嗯 就說因為其實竹地 你要跟星級壽司比的是沒法 沒法了 對 但是你就一般的 平均水準來講都是ok的 嗯 那我後來覺得你要花三個小時 去攤那個三百塊日幣 犯得著嗎 對啊 我就覺得犯不著 所以啊 我就後來像我後來 所以我關心的是說 這兩家以外別的家 能不能去 我特別推薦另外一家 我自己很喜歡 但是他貴了三百塊 一百台幣 但是他不用排隊 一百台幣 省五個鐘頭 對不對 對嘛 我們家基本工資都要一小時 一百四了 對不對 那那 那因為日本人不會跟你去排隊 對不對 因為他們當地人 怎麼跟你去排隊 他們去吃你說的 他們就去我 我講的這家 太好了太好了 龍壽司 對 這家叫龍壽司 這家龍壽司呢 也不錯 可是他就是稍微貴一點點 嗯 然後呢 但是呢 因為就沒有 比較沒有觀光客 然後因為觀光客 都是在三號洞這一邊 我就不要吃觀光客 然後他是在一號洞 我就要吃日冷 就是吉野家那一洞 哦 然後他那一邊 然後幾乎我沒有 我去吃我沒有排過 那太好了 對 頂多就是前面站一兩個人 所以聽眾朋友 這個在他書裡面 一百四四頁 然後那一家 我覺得一定要點的兩樣東西 是 第一個是名蝦 為什麼 名蝦做臥壽司 對 第一個是名蝦 名蝦 對 他把名蝦 前蝦還名蝦 車蝦 他們叫車蝦 車蝦 就是名蝦 他們那個 第一個是名蝦 然後那個名蝦呢 他會幫你 那個頭會烤一烤 然後那個名蝦上面 還會把放那個蝦軟 哦 然後 然後 而且重點是 他的名蝦呢 煮起來 不會水水的 他煮啊 他不是生的啊 不是生的 他煮好再放上去 對 煮好再放上去 煮好放 因為他們自己也都要熟 放的太硬 有的有的有的就對了 煮好放 然後會先冷藏起來嘛 然後他煮好 他不會水水的 我覺得這是 因為有些蝦 他煮起來就水水的 不太喜歡 而且他的size夠大 哦 然後 很誠意 對 然後第二個是 他的辛曼臥壽司 他的辛曼呢 是 他的辛曼呢 現在都養殖 日本現在很多是養殖 他的辛曼呢 大部分的辛曼 都是滷的 對不對 就是加醬油加什麼味醂 那他咧 就是就是燒烤了 他不是烤 大部分都是煮的 真的假的 真的 辛曼做臥壽司 大部分都是煮的 OK 都是用燉煮的 那他煮的時候 他沒有加醬油 他是最後刷一層他的醬料 所以他的辛曼看起來是 白白的 這個就 對啊 然後就刷 一種就是普燒 一種就是白燒 對 那都是烤的方法 這個是煮的 他辛曼他用煮的 然後他那個 然後他刷的那個醬汁 味道就比較重 他的辛曼 非常非常的柔軟 那辛曼本來就柔軟啊 太柔軟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他非常柔軟 後來呢 我會 之所以會去這家店 為什麼會選擇 不然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就是他第一個 他的辛曼非常有 你喜歡辛曼 第二個 他那個 他的辛曼呢 是那個 以前日本金銀之神 松霞慶之祖 怎麼樣 每次來到東京的時候 都叫他的秘書去買 是這家 這家的辛曼 真的假的 真的 他這麼久啊 這個店 他都很久了 每家都會 店都很久了 真的啊 駐租地獎 大部分的這些店都很久了 對啊 然後 然後 所以 那我就覺得 OK啊 反正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貴一點點 但是就 品質也很好 對啊 那我就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 你會去啦 這是一個理念的問題 對 聽到朋友 這個胖狗出的書 這個東京賞味 賞味東京 賞味東京 裡面還有總理的飲食 還有這個 大人小孩都愛的養食館 這個我就沒興趣了 養食我也很愛好不好 蛋包飯 炸豬排 還有風格獨具的咖啡 他們的咖啡寫法不一樣 他們是王字編 咖啡吃茶 還有跟著日劇吃美食 這個年輕人可能會有興趣 還有不只Kawaii 有更多創意與童趣 還有 還有最重要 很多人喜歡的 和洋甜點 他們洋果子跟蛇果子了 對不對 對 整個 整個十大主題 這個一時半 跟我根本聊不完 那其實兩家店 可以聊兩小時吧 對啊 重點就是 胖狗出了新書 哼哼哼哼哼 請大家嘟嘟購買 你幹嘛呀 你幹嘛呀 你幹嘛啦 怎麼了嘛 沒有 我幹 我覺得我這四本書當中 這本最花力氣 真的假的 真的這本最花 寫 同樣的啊 寫京都美食的那一本的時候 我沒有花那麼多 為什麼 很辛苦 就好像是 我覺得京都美食很固定 就是那些 然後你就是去吃 感覺體驗 然後那他有一些變化啦 譬如說像他們的 和洋果子 現在因為因應年輕人的需求 很多和洋果子老店 變成咖啡館 開始做咖啡館的結合 那沒辦法 逼了被逼的 對 不然的話你這個 我跟你講你在 像我去京都 我找那些和洋果子 一些很有名的老店 你在路上問年輕人 他不知道 你一定要去問那個 中年婦女 馬上就跟你講 往這裡往那裡 你先找資料 對 然後再去問老人 對 你要問差不多有點 中年40歲以上左右 每一個都知道 但是你問 像譬如我走到那附近 明明他就在轉角旁邊 我問一個咖啡館的年輕人 他不知道 真的 對 所以就會 但是我們很幸福啊 因為這個 這胖狗幫我們問完了 然後問完了以後 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賞威東京 我就不必自己在那邊問了 我就買一本書 然後就照他裡面這樣講的 然後真的真的 不懂日文 就把照片拿給那個路人看 但是你碰到年輕 他還是不知道啊 對啊 不然沒關係 你地圖已經寫好了 有地址嗎 好了 有Google map 好了 商周出版的 賞味東京 胖狗粗的 這裡面有66家主題餐廳 然後分了十大的類型啊 喜歡去東京玩的人啊 計劃去東京玩的人啊 或是不想去 但想了解的人啊 都可以去從這本書裡面 找到一些有趣的 有趣的資訊 謝謝 謝謝胖狗到我們現場來 祝你這本書啊 大麥 那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我來排一趟 排一趟東京美食之旅好了 姚順大哥帶我們去吧 你帶你帶 拜拜拜拜 你帶 來吧 保證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 你帶你來看你 我來看你 我的天啊 會不會 你這樣 你還要怎麼說